百年来培育出无数的人才 来看这次新竹县恒山国小 110周年的校庆 超过了90岁的老校友 还有三代都是头母校的校友们 都回到了娘家 现场杨文科也颁发教责永瞻的匾额 并且表扬了15位的杰出校友 有超过500人一起来还请 宣传七彩背心 挥舞帽子 恒山国小建校110周年校庆 学生们是活力进场 现场舞伦舞师热闹非凡 师生校友齐聚 500人共同欢庆 恒山乡人文慧脆 地灵人节 我们今天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会 感到非常高兴 尤其是在现任周德之校长的领导之下 整个校务非常的兴隆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还是全力的来支持 恒山国小的发展 校庆结出校友 临选小组的审查之后 最后是通过了15位的校友 那希望可以在今天 把他们的事迹表扬出来 让学生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 百年老校校庆 县长杨文和立委林思敏都到场 致赠了教责永专的匾额 超过90岁和三代同母校的校友都回娘家 看到老照片回顾展也唤起儿时校园回忆 同时颁奖表扬结出校友 我希望我们这个下面的学弟呢 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学校充实的设备 好好充实自己 也将来为社会做一般贡献 这是我的最大的感想 勉励学弟妹善用学校资源 充实自我回馈社会 另外接触校友 还有牙医师赖文绍 从未忘记当年老师的真正教会 永不放弃精神 现在的医疗环境 其实健保的不均 让我对弱势的病患 我会特别的关照 这一样成就是我老师讲的 如果有能力要服务社会 造福人群 多多的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 曾获得亚洲田径双金国首的戴士然 也感念母校培育人才 让他们发光发热 我在中学 我在大学 我在国际赛会 我一直都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那我当然非常怀念 我们生长的恒山这种好地方 恒山国小孕育出各行各业人才 如今都回到家乡 努力拼搏人生 奉献社会 成了学弟妹最好的学习榜样